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是借着酒精 程翔突然说自己的佐尔失聪 整个人哭倒在王柯的怀里 在场的人看了都非常的心疼 王柯心疼的频频帮他擦眼泪 程翔在参加快乐男生的时候 就曾因鼻炎和压力过大而突发沉浸性而容 佐尔几乎失聪 但是当时并未对比赛造成影响 大家都以为他痊愈了 因此他在节目中爆出自己佐尔失聪意识 让粉丝们都非常的震惊 佐尔心疼表示 看他哭我心里也很难受 佐尔心疼说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